女子信心满满地带着自己珍藏十年的宝物前去健保 专家看后却脸色大变 怒斥她胆子太大了 你可知这玉蝉的来历吗 又让女子赶快摘下 了解过这枚玉蝉的来龙巨卖之后 女子更是扬言不管多少钱都要赶紧地卖掉 那么这枚玉蝉究竟是何来历 为何让专家和女子都谈极色变呢 近年来啊 随着健保行业的兴起和火热 电视上出现了许多健保类型的节目 来节目上健保的宝物啊 也都是五花八门的 但大多数来健保的人们都是抱着暴富的心 今天来健保的这名女子啊 刚当台就说自己啊 出身富人家庭 家中是做生意的 然而当这名女子带着一个小盒子来到节目中央的时候 大家却对她带来的宝物啊 没什么兴趣 毕竟这个盒子这么小 里面的宝物又能有多珍贵呢 但是女子并不理睬 反而一脸坚定地说 自己带来这个宝物啊 不一般 这话一出便引起大家的兴趣了 底下的观众啊 也开始期待这个重量级的宝物了 这时主持人也不经地询问的 哎 你说这个宝物不一般 那它究竟是个什么宝物啊 于是女子便从小木盒里拿出了自己的宝物 这下更是惊呆了众人了 原本木盒就很小 没想到里面的宝物啊 更小 原来这小盒里装的是一枚玉蝉 虽然是玉制的 但是看起来与普通的玉石啊 并没什么两样 甚至还没有之前来节目建宝的 宝品玉石看起来之前 观众又开始大失所望 这时候主持人啊 便开始询问宝物的来历 女子回答说 这枚玉蝉是在二手古玩市场里建到的 观众一听 纷纷开始嘲笑起来 二手市场能有几个宝物是真的呀 观众的反应也不足为奇 毕竟来建宝的宝物啊 有好多是花了大价钱的 最后还是个宝品 女子不以为然继续说道 当时我看到这枚玉蝉的第一眼 就十分喜欢 而且一直以来我对于玉啊 都很有研究 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啊 不一般 但是自己毕竟不是这方面专家啊 于是就先出手买下了它 这一代就是十年之久 可是如果今天建定后市真品的话 我就想把它卖掉 说到这里 众人便开始不见了 既然这么喜欢 那又为何又想要卖掉它 家里已经那么有钱了 还想拿二手市场买来的东西发财吗 真的是想钱想疯了吧 女子这才难为情地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最近生意上资金周转不顺 便想起来自己十年前买的这枚玉蝉 想要借此来帮我渡过难关 也算是无奈之举 观众也理解了这枚女子 那么这枚玉配究竟能否帮助女子渡过难关呢 因为家里是做生意的 所以家境还算不错 后来又迷上了收藏古董 也因此结设了古董 及许多爱好收藏的朋友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当地的古董交易市场 那个地方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我在一个摊位上一眼就相中了这枚玉蝉 老板见我对玉蝉十分的喜爱 就故意抬高价格 出口就是五十万的 当时财大切苏的我也没多想 直接就买了下来 后来这一代就是十年之久 听到这枚玉蝉的价格后 现场的氛围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那即便是花费了五十万 但毕竟是从二手市场买的呀 大家还是不看好 可能大家对有钱人家都带有一定的偏见了 甚至还想看这位女子落空的笑话 看到观众在底下交透接耳的讨论 女子接着说 当时拿着这枚玉蝉的时候 我还特意到网上找了许多玉蝉的图片进行比较 可是却发现我的这枚玉蝉非同一般 我原本还以为它就是个普通的装饰屋 但是玉蝉的身上却没有穿孔的地方 于是我还专门找人在玉蝉的上面开了个口 用绳子穿了起来 每天佩戴在脖子上 听到这里主持人变好奇地问道 那这次为什么来这个节目呢 只是想让专家鉴定一下 这枚玉蝉究竟值不值这个家吗 谁知这位女子却叹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解释更是让众人感到震惊 女子面露难色地回答道 自从带上这枚玉蝉 就经常出现一些不顺心的事 虽然最后这些事情都摆平了 但是这种烦心事却从未见断过 最近生意上也出现了危机 因为资金周转不开 公司都快要倒闭了 这才意识到这枚玉蝉的奇特性 于是便想来到节目上鉴定一下 这枚蝉到底是真是假 有修镜是什么来历呢 听完这位女子解释 众人都为她的遭遇表示同情 这首主持人说 既然如此 那就有请专家来鉴定一下 这枚玉蝉背后的真实身份吧 于是女子便连同装有玉蝉的盒子 一起拿给她专家 专家的态度不同于底下的观众 对于这个二手势上不看好的宝物 专家们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枚玉蝉拿到专家面前的时候 专家们便开始仔细端详了一番 也很快就有了鉴定结果 这枚玉蝉虽然整体看上去 线条简单 但是仔细凑近一看却栩栩如生 猛一看的确实是平平无奇 可是这枚玉蝉就像是有一种魔力 让人越看越喜欢 面对玉蝉这种宝物 别说是放在现在了 就算是放在古代 也有不少人对玉蝉颇有好感 古代皇帝还将玉蝉做成自己的枕头 就连传国玉蝉也都是由玉蝉制造而成的 而且玉还是权力的相用 古代有关于玉还有种说法 玉是一种有灵气的物件 长期佩戴玉蝉不仅可以为人挡栽 而且还会越带越亮 越带越有光子 听完专家的这番话 女子也开始暗自窃息起来 大家也都觉得这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可是接下来专家的这句话 却让女子神情大变 甚至杨盈不要钱 也要把这枚玉蝉丢掉 此时的专家不仅看起来十分严肃 而且还训斥这位女子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这种东西都敢带 原本轻松活跃的现场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女子听完这句话 也被吓得不敢说话了 底下的观众更是摸不着头脑 直到专家说出这枚玉蝉背后的故事 大家才顿悟了 纷纷觉得惠记 那么这枚玉蝉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为何让专家如此愤怒 别看这枚玉蝉外表 身机灵动 可是它却是一种名为藏玉的东西 藏玉是什么呀 那可是用来陪葬的玉器 是古时候死人嘴里寒的东西 专家又继续说 古时候人们有一种特别的爱好 那就是喜欢在亲人死去的时候 送陪葬品 一来是为了让他们在黄泉路上不感的孤单 二来是因为玉有通灵之气一说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将玉作为陪葬品 当时关于玉还有一种说法 如果将玉器放在死者的嘴里 尸体永远都不会腐烂 听到这里 大家纷纷都吓得一激励 女子的面色更是难堪 场上的氛围也变得诡异起来 这种东西竟然被他贴身带了整整十年 此时女子也赶得回去 更是直呼再也不带了 不管值多少钱都不要了 察觉到女子复杂的心理变化后 专家急忙向大家解释道 虽然这种玉蝉是从死人嘴里取出的 但是单从这枚玉蝉的做空 还能看得出当时这枚玉蝉的主人 一定也是个有钱人家 而且蝉的是种奇怪的动物 古人将蝉看作是长生不老的象征物 甚至还觉得它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后来又将玉和蝉两整结合在一起 玉蝉的寓意更加美好了 专家的这番话也使众人放松了下来 此时大家更加关注这枚玉蝉的身价 随后专家又表示道 虽然这枚玉蝉不适合佩戴 但是它的成色非常不错 是汉代出土的上等玉石 收藏价值还是很高的 所以至少也能是一百万 听到这个景点 女子更加的喜出望外了 这枚玉蝉也算是物有所值 在古玩界想简陋的人大有所在 但是简陋的事情却不经常发生 也非常理解大家想要投资宝物的心理 但是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 否则最后很有可能会吃大亏的 如果放下这些好像